我們本來派前副總統 前行政院院長陳建仁 去參加這次IPAC的活動 但是被拒絕了 那未來的打算怎麼樣 這個是總統跟總統府在作業 行政院並沒有參與 但是我看到有一個相關的報導 如果我屬實 我也覺得會非常懷疑 陳前副總統 陳前院長 在他副總統跟院長任內 對國事的了解是相當多的 尤其在院長任內 也帶領國家 從政經各方面的進步 做了很多的努力 非常了解國家的需求 也跟世界的狀況 是非常的鮮熟的 那如果行政院可以推薦人選 那請問院長您會有推薦哪一位 抱歉 這是總統職權 行政院不宜推薦任何人 那總統有任何的分顧 我們就會去執行